10月24日,中国自主研制的首艘大型出口客棍船GNV北极星号在广州南沙命名交付。 该船交付后,将于2025年1月起在欧洲开展运营。 据了解,该船由广传国际设计建造,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船舶全长218米,有12层甲板,能搭载1500名乘客和600辆小轿车, 配置各类客房近300间,供旅客活动的公共区域达6000平方米, 包括自住餐厅、咖啡厅、儿童游乐区等。 据介绍,在该船建造过程中,广传国际充分发挥 产业链链主作用,积极推动中国船部集团内各配套系统和设备 在客滚船上的应用,实现内装材料百分之百国产化, 打造出现代化大型绿色豪华客滚船。 我们这个船的配置和安装了很多我们兄弟企业的研发的国产化的设备, 比如说飞气回收发电系统。 以前我们这个柴油机的这个废气产生成蒸汽, 可能是变成热水,有些再多余的可能就浪费了, 现在我们把它变成电,然后供到整个前船的一个电网系统。 据悉,GNV北极星号的传东MSC地中海航运集团 于1998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过去6年在华投资总额超过140亿欧元, 未来计划继续加大投入。